你好 欢迎收看9月22号的关键侠新闻 我是玉威 一年一度的万里蟹产季即将开始 今年新北市农业局举办万里蟹产季开跑记者会 市长周一伦也到场促销 他说他最喜欢就是吃花蟹 今年的万里蟹特别肥美鲜甜 特别好吃 也欢迎大家多多支持万里蟹品牌 随着中秋将近新北一年一度的万里蟹产季也即将到来 在今天的记者会中 市长周一伦表示 万里蟹品牌诞生已经六周年了 是已深受国人喜爱 万里蟹包括花蟹 石巡以及三点蟹 秋高气爽正式品尝万里蟹的季节 农业局和北海岸四十几家餐厅合作 一定提供最好品质的万里蟹 欢迎大家到北海岸 野流等渔港观光尝鲜 今年的万里蟹 第一个特别的肥美 特别的甜 特别的好吃 那万里蟹已经连续几年受到国人的喜好 它是代表台湾本土的螃蟹 非常著名 那秋天的时候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北海岸 品尝我们的万里蟹 另外假日活蟹市集 明天将在野柳 渔港蓝色公路后船亭内开市 预计推出百份活蟹福袋 民众到时可以以399元买到原价600元 两斤重的万里蟹 其中还有十份是一元的惊喜价 万里蟹公所也欢迎民众前来试手气 做螃蟹主题公园 来到这边可以观赏一下我们北海岸的风情 也可以甚至散谢 有关海步道还有螃蟹主题公园 有的吃 有的玩 有的白天晚上都会美丽 晚上又有一些夜景 我想秋天来万里 不只是可以欣赏美丽的风景 也是可以吃到好的蟹 那期待大家一起来共享万里蟹 我们有跟北海岸四十几家的餐厅合作 我们一定提供最好品质的万里蟹 那这段期间大家来到我们北海岸 那除了吃螃蟹以外 有好多好玩的很多好康的事情 欢迎大家来 今天的开跑记者会 主办单位把渔港风情搬到活动现场 有螃蟹 农具 万里蟹文创商品等相关产业展示 以及在地与二代青年与异业合作厂商也都到场 现场还有当地餐厅端出了鸭香特色菜 炒乐现场的气氛 接下来分享视频长报道